屋九島是日本鹿兒島出名的世界自然遺產 這裡八成以上都是森林面積 即是你到處都可以見到 樹、千年樹、青苔、樹精和日人 不如就讓我簡單講一講旅遊資訊 坐飛機或船到了 坐巴士、行山、放飯、自備廁所和樹精打卡 嘩!是離後啊! 還有汽水機! 完 啊!對不起!太簡單了吧?我再來一次吧! 去屋九島方法一 內陸機 可以由鹿兒島、大阪、福岡出發 除了價錢他們的分別是 上飛機、起飛、望下海、望下雲、下飛機 上飛機、提風景、下飛機 上飛機、下飛機 屋X島機場到了 方法二 水路 坐船比較便宜 由鹿兒島機場搭巴士到市中心碼頭 有快的高速船、慢的慢船 和超慢要過夜的渡輪 坐高速船就要留意 不同的班次分別要坐1小時50分鐘至3小時不等 就好像 你坐7點半快過7點45分出發的15分鐘 但人家就快你45分鐘到 不想被世事娛龍 就記得要4日前網上預約船飛 然後風和日麗都不代表順利 風浪太大都有機會見到這個欠字 即是停航 真明天請早 我等了1小時50分鐘終於來到 我搞到 這裏有的士 但只可以在碼頭和機場截車 否則就要叫車 可以租車自駕 不可上租 會在碼頭接你 沒有車牌的話 就等巴士了 記得要看定時刻表做人 如果不是1小時一班車 遲到就 等寂寞到夜深 好了歌仔都唱完了 終於來到重點上山 兩條路線最多人選的是 A.成文暢替7千年參數 B.白谷雲水合體公祺進都來到取景的台之心 B.沒什麼好說就是來回行2小時 新手必選打卡必選 好選A 哈哈 恭喜你了 這裏記得搭凌晨5點鐘巴士去到屋狗暢自然館 然後轉車搭3至11月期間限定的唯一登山巴士 來到方村登山口 其他車輛一律禁止 來回走10小時看樹、成文暢、樹精、離後 然後趕下6點尾班車 半條命就這樣沒有了 咦?講漏了 回頭回頭 班律長要戴走自己的紙袋 連自己的大書物都不例外 好,我現在出發前去買個便攜式的廁所 便攜式廁所在遊客資訊中心 民宿、登山口、買紀念品的商店都有 包裝上已經有地圖和圖解使用說明 好,磨完 是亂的 哈哈哈哈 有形容屋狗島多遇到一個月會下35日雨 天氣變化莫測 導遊說 甚麼都不要相信 只是要相信自己 下山後 吃和住 主要都是集中在公司店和安房兩個港口 店鋪大概八點就會關門了 好,今天就是這麼多 祝旅途愉快 拜拜 Google Play 2018年最受歡迎應用程式 如果你都喜歡蘋果凍新聞這個APP 快點來投票 11月26日前止